全国几亿个家庭油烟机反味的情况应该不少见吧 这一家就让人很头疼 子妮法都已经包死了 还是有油烟串味 一步步的排查 最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我们到楼上打开了原始的烟道 才发现这个地方的断层特别严重 如果你家也有类似情况 这个视频值得你借借 记得收藏保存 接下来咱们从头开始 哎呀 又下雨了哈 南方的雨都跑我们北方 滑滑的下下一天了 不停 不停 我也得继续干呀 走吧 这个客户都联系了我好几个月了 上次过去也给他看了一下 他家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什么高度了啊 新装修的房子现在租不进去 就是因为油烟机反味 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啊 可能面里的不是拆柜子就砸墙 带大家去看一看 看见这个机器了吗 一个小时三块钱 下这个地铺干一下我二十块钱就没了 一个小县城 我觉得车费一个小时收三块有点不合理 和咱们的收入完全不匹配 啊 干了 我以为光涂的 没事 走 这家业组也是我的粉丝 上次过来看过 这一次过来给他解决问题 咱们看一下 之前售后和物业都做了哪些处理 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这是油烟机的管道 管道的是有点长 这是把管道后期拆了 拆了 我说反而咋处理呢 反而就先拿胶带子把这边封死了 这全部封死了 就是怕这个子腻法有问题 含喘味封死了 现在 这胶全都糊死了 小区物业的和油烟机的售后呢 全部都来查看过 这个洞也是他们砸的 砸开了就被看清楚这个管道里面的一个具体情况 而且对这里面也进行了处理 里面的结构胶发泡胶都是物业和 售后师傅他们弄的 通过这个洞呢 我们也能看到下面一米左右的一个情况 风到外表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 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大家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差不多 先是找这些分析 哪里有份涂哪里 里面的胶也没少涂呀 再往下边的话也够不到了 不过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呀 这边发黑的地方应该是他们测试分的时候用打火机烤的 风口外边也是 这些能打胶的地方都已经打好了 现在我们从风道里面看一下情况吧 紫妮法里面的结构 这应该是个副烟道的隔墙板 这一圈也没问题呀 这一圈也没问题呀 看一下里边吧 手机别掉下去 我觉得我应该发现问题了 你看这个烟道它有一个断层 这个铁砖的有砖的地方就是一个断层 应该就是这个断层的问题了 水里糊的不死 你看它有个洞 手机的话也拍不进去 拿这个内窥镜 看那个分析能看到点啥 用内窥镜看的话 你看这个砖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砖缝 上下这是一个风道的接缝处 刚好就留在它家了 这个接缝处怕是最大的个问题 上面你看 上面是烟道管了 都是烟道管 往下边看 这就是一个断层 再往下边看 它就又是烟道管了 这都没问题 主要问题应该就在这 应该是先处理这个断层 发现的问题跟客户做一个交流 然后要客户跟物业那边打招呼 楼上的房子也没有卖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到楼上去查看 风道的背面这边是做了一个鞋柜 当时也怀疑这边会不会是打孔的时候把烟道给打通了 还参考一下客户手机记录的一些图片和视频 物业这边呢也非常配合 现在我们上楼去查看一下情况 从楼上来看 烟道的背面的是一堵墙 这个不应该有问题呀 而且非常的结实 这就是厨房楼上的烟道位置了 我们打算从这个地方给它开一个孔 腌道的这个板呢 其实非常薄的 切的话也好切 我就切得非常大了 因为切大了才方便维修嘛 看这个分析 这就看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分析 这也是分析 这份 手指头都能塞进去 就这一圈 还是这个分就是从这下去的 这上面也是 把周围这一圈全给它补死 从这个角度用灯打下去的话 看烟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从这里还能看到客户家的油烟机管道 用内窥镜呢 也放下去看了管道的周围 没有任何问题 直接就抽上去了 业主到物业去搞了一些修补的材料 杀着水泥 还有瓷砖粘结剂 有粘结剂这个就好弄了 这是水泥 有粘结剂就不用水泥了嘛 那粘结剂比这个水泥好远的多 给我倒出来 粘结剂的粘性大 操作起来方便 很快这一圈我都给它补好了 搞定了 接下来就得把这个分道我们切下来这一块给它重新再补回去 为了速度快就直接上勇石胶了 这胶弄的有点多了 其实不用这么多 四个脚 一个脚来一点点其实就够了 勇石胶固化的快 只需要十多分钟它就硬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跑第二趟 等这个勇石胶固化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表面呢 再给它挂一层灰 表面得来点水 不然不沾是吧 这小伙子 抹灰的技术是不是漂亮的要死 管道修复技术 玩活 上面是搞定了 现在我们还得到业主架 把它的管道重新给做恢复 客户觉得这个紫腻法也不是太好 让我拆了直接给换个新的 为了一劳永逸 之前墙上这个胶糊的是一层又一层 但是还是发现有一些粪心呢 有漏 有漏的地方呢 重新补了一下 重新的再给它换一个好的紫腻法 紫腻法马上就要迭代了 因为这个油烟窗外的问题呢 一直控扰很多业主 不久的将来马上就要出电动紫腻法了 我要搞一款电动紫腻法出来 占管子的铝箔子一定要用那种真铝箔子 而且用这种比较薄的 可以塑形的 太厚的容易变形 而且还有那种假的 打开油烟机测试 没问题 用打火机测试 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时间的考验了 用时间来验证这个结果吧 老铁猫 拜拜 下期见